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傻白 没有姜甲 没有今天常委的人支持你马云青 连他屁都不是 一路站在讲台上反应讲话 下面人家学生问他 借给马先生 您赚钱的比较是什么呢 勤劳 勤劳啊 放狗屁 全世界没有比中国人在勤劳的 勤劳的有一个进了中南海的吗 一个进了中南海的都没有 心要黑 嘴会说假话 要不要脸 不要定 那才能干中国致富 中国说实在话 有两个老板是聪明的 是真是一开始靠勤劳的 后来搞关谁啊 河南双会 万龙 那个人杀猪出身 我跟他认识了很多年 这个人了不得 跟关长玩的也风生水起 也弄了现在上万个亿了 人家很厉害 那真是杀猪出身 那后来他也不靠勤劳了 也得靠关系 马云得靠勤劳 你忘了你在中国大阪那哭的时候了吧 你忘了被QQ给干掉的时候了吧 你干嘛从办公室 从杭州搬到上海 上海搬到北京 北京搬到上海搬到杭州 你混不下去了嘛 后来你找了代孕者了 你成了代孕的了 你叫勤劳 你放狗屁 天天吹牛 天天吹牛 你说那外国领导人到你那马云那去 你以为是你的本事啊 你就是个代孕的 人家找来几个哥们儿 掀开你的肚子 显白显白 就这么简单 我昨天我看了个电影啊 挺有意思的 大家你们看了这个电影 叫《沙破狼贪狼》 香港演的《沙破狼的贪狼》 拍的很烂 但是呢 大家看一看 那里边那个香港的那个男的 叫什么 演黑黑的演员 演的那个女儿心脏在泰国被换了 巴蒂亚市的 帕蒂亚市长 换了心脏把他女儿给杀了 他就报仇去 那故事讲的就是孟建柱 那就太正常不过了 孟建柱还好好的 讲讲还好好的 对吧 那个电视里边讲的就是有很多话题 精彩的啊 就是他不敢在中国拍 跑到泰国去拍 说泰国帕蒂亚的故事 杀人曲奇观 那个电影拍的就是中国的现状 天天发生 天天发生 不叫刘星云 古天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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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挺有意思的 小片 小片 但很好玩 我昨天我看这部电影挺好 大家你看我这大片 大星期一的干啥呢 今天不上班 哈哈哈